StockX原来有店铺可以收鞋的 怪不得现在StockX上面的发货这么快了 后面的这件都是可能价值很高很高的群鞋 然后现在这些鞋就应该就要给快递公司带走了 哇 现在这个sneaker resell game 太变态了 I'm to lose money we gotta make it cause it gotta be smoking constantly We the font to leaves to be or not to be Street connect will be the destiny A you're my destiny Stay it la forget my enemy The Hennessy had me thinking that this shit is risky Up from Poughkeepsie while I'm dealing funny feelings hit me I'm the tennis with a penance I know they wanna get me Criminal individual thing cause it's predictable What's up guys 首先呢 感谢大家有观看我上一期的影片 所以如果喜欢我影片风格的朋友 那请继续关注还有支持 上一期是Supreme第一周的发售 Supreme新季度的通常第一周 它都会放出很多新世纪的单品 T恤上来说的话 我觉得还是比较受欢迎的 在这个外套jacket上来说的话 啊在我眼里啊我并没有发现一些我自己很享用的外套 很多人喜欢的呢 就是这个Supreme is love 战争小孩的夹克 这个还是挺多人想要的 我现在能做到的呢 就是Supreme即使有一些大家很喜欢很想要的东西呢 我都可以无动于衷 配件上来说的话 其实这些小花包 我觉得还是蛮漂亮的 和一网的比赛 非常的简约 然后我发现这一周呢 有一个红色的袜子 这个呢 还是可以的 买一下 如果你已经买过很多Supreme的话 那我就觉得 这一周的护笛也就那样子 那这一周呢 最吸引到我 最让我想拥有的呢 就是那个红色的乌毒蛙蛙 我也是好朋友呢 给我带了一个 再来看一下这个乌毒蛙蛙 上面就是类似那种泰国下降头的那种 有一个Supreme的box logo 然后它这个样子呢 就是很委屈很委屈 那有很多不同的约会 这约会上面呢 对应的数字 都是一些我们生活中呢 常见的一些烦恼 比如说它这个GoPro Rest in Peace No Wi-Fi 哇 这个是真的很痛苦 Lose My 疯了 Bag comma 然后Pim Slap 我这个不懂 这个英文我真的不懂 一些美国现在这些草人啊 年轻人啊 最讨厌的一些生活烦恼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 这个乌毒蛙蛙上面呢 它提供了这个针 让你在这个孤独芳芳上面吃下这些咒语 让你打破这些生活中的烦恼 可能家里有小孩的话就不要让他玩这个东西 GoPro 没钱 我们要变得有钱 没有未来 那是不可能的事 我们必须要打破这个僵局 我要给它炸一针 Beach Essness 你擦它一瞬间呢 就会听到一种啪的声音 啪的声音 你知道吗 我觉得还是蛮好玩的 买来玩一下 然后摆在家里 缠练一下 就把它放在这里吧 给我顶住了 好 那今天呢 要给大家开箱球鞋了 这是一双Air Jordan的球鞋 大家应该猜到了 这是Air Jordan的十一代 Tinger make me shy Tinger让我更精彩 Mike make them fry 这是一双庆祝和纪念乔丹 黄指挥归带领公牛队 勇夺第四座奖杯的 Jordan11 AKA Jordan11 霸魔王 T1210 这个鞋盒真的包装的很漂亮 和我这一双复刻1994年的 十一代看购我的鞋 差太多了 不不不 Air Jordan11霸魔王 这双鞋 你不要刷 真的 很漂亮 我很喜欢他这个像冰一样的鞋底 看购了 他的鞋底是一种 带透明状 哇靠 已经有点养货了 大家注意了 康扣的一个通病 他这个底 颜色有点像一些玉石一样 他的材质呢 和以往的Jordan Kwanker是不一样的 首先他蜡皮上面呢 做了一些纹路的改变 里面的材质呢 也是进行了一些 稍微进行了一些升级 康扣的话 其实就是一些 尼龙布 但是他这一款呢 确实使用了一些 质感非常好的皮 他这个跳天logo呢 也是做成一个 暗红式的铁片 然后后面呢 就是一个23 以往的呢 就是1994年的复刻 是一个45 因为当年乔丹 94年回归的时候 Tinkerheaderfield 为他设计了这双鞋呢 他当时是穿着45号的 这个球衣的 到了1995年的赛季呢 乔丹才重新创回了23号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 是Heroon Preston牌子的一个 园领卫衣 有点类同 就是他喜欢在这个text上面做点文章 就是说他这个text呢 就是用了他经典的这个城市元素 然后这一服 拿上去呢 就是很厚实 在制衣服的前面呢 也印上了Heroon Preston 这个牌子的名字 后面呢 也就只有Heroon Preston Heroon Preston给我感觉呢 就有点office 工业风格的意思 他曾经呢 也和纽约的这个卫生局 过这个联名 北国的太空总处NASA 出现过联名 最近点的呢 要数2018年17年的时候 那个 这个鲜鹤图案的T恤了 Heroon Preston在美国 草原新中嘛 这个分量还是蛮重的 很多人穿衣了office之后呢 就会买点Heroon Preston的衣服 来换走风格 这个衣服好不好呢 你摸它的这个面料呢 你拿在手上的这个垂坠感 还有这个重量 大概可以说出来 所以这个面料 还有它一些质感来说呢 我就感觉到比office的一些位置呢 要好很多 那它就在这衣服的袖口这里呢 做了这个 用俄罗斯文所写的style 很快呢 还有一个俄罗斯文的这个T恤字体 一如既往的 它在左边这里呢 有Heroon Preston 设计的一个标签 就是这个城市的东西 大家记住了 Heroon Preston的东西呢 它都会带有这个城市的标签 说实话吧 Heroon Preston本人和VG Abro是好兄弟 据说当年这个城市元素呢 是在office这个版权里面注册过的 然后VG Abro就看到兄弟喜欢他这个世界 然后他就欠了协议书 把这个世界的这个元素 这个版权呢 允许Heroon Preston这样子做 算是一种兄弟互相帮忙的一种 啊Broadhood吧 好 那我们现在来上神一下 这一架Heroon Preston 这一架是登的挺不错的 你知道为什么我会喜欢现在的一些高阶的东西吗 因为我喜欢现在一些高阶品牌 他们在版型上所做出的一些细节的呈现 但是S码的 但是它还是可以做出这种落肩的设计 然后它这个袖子呢 会比较做的稍微长一点 然后你穿在身上呢 就会有一种垂坠的感觉 就是整体就是一些比较街头的oversize 很喜欢它这个袖口 这里写着俄罗斯文字style风格的意思 可以看到了 我搭配一些Cuburn chain这种项链的话 整体的街头感觉 就出来了 非常的完美 非常的不错 OK 那今天给大家分享了我上一期的Spring公仔 还有Air Jordan十一代的大魔王 大家觉得Air Jordan十一代里面大家最喜欢的是哪一个配置呢 我个人是很想知道大家对于十一代这双鞋到底有没有某些情节 或者是特别喜欢十一代里面某一种配置 比如说康扣啊 黑红啊 或者是今天所说的这一双大魔王 在下一个影片呢 给大家预告一下 我给大家说一下 老爹鞋的穿搭方式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给我影片来一个三连 好了 这一期视频就到此为止了 我是你们的boyAker 我们下一次影片再见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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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